听伴了很久的新北市 潜家区头口里老人共餐 在在严格的方案出示之下 将于在都重心来办理 很多中央的欢喜来参加 里面有郭泰伦来表示 为了让大家安心来共餐 会带着来读习名字 尿体温和消毒丁丁的方案工作 未来也用意欲报名的方式 邀请中央来参加 听伴了很久的潜家区头口里老人共餐 在严格的方案出示之下 将于在都重心办理 很多中央都欢喜来参加 里面有郭泰伦表示 为了让大家安心共餐 会带着来读习名字 尿体温和消毒丁丁的方案工作 未来也用意欲报名的方式 邀请中央来参加 听伴了一年多 今天我们是要招待 长者来一起来包数据果 让他们等于是我们今天的 疫情过后的重新的开幕的一天 那我们这一次 我们会采取不一样的共餐 就是说我们要采报名字 以往我们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会来参加 那额后我们都会知道 有多少长者会来 一直来参加我们的共餐 结合这件办理共餐 是徒库里的一大地址 里丢高泰伦和志工 台北准备到亲民已经实在操了贵 让阿公阿嬷提案包贵 苦衷不愿意 也来到现状给大家的动力 他表示很多中备都很吉他共餐寡党 也希望他已经颇警提算 让中备可以欢喜快乐参加 这些老人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当然有些我们还说 今天人不够的话 我们赶快就广为宣传 希望老人家再走出来户外 我们一起开心关怀 让每个人都很幸福 徒库里中心办共餐外党 新八市区关劳提供 特别人来关心 他表示共餐对中备和社区来说 都相当重要 可以再度和合作真正是不简单 当时也提起大家做好风格 就可以安心共餐 这个共餐对土库的社区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 也不希望说因为疫情的停办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阿公阿嬷包到超过 就算是掛到催人 都可以感受到欢喜的心情 你这天竟是提早找好超过 让中备在的用餐进行 就可以先享用 大家吃到插花粿 丁销就共餐外党中心开心 也五万月前冠近结束 好心外党会到进胸 接下来 综合报道